有月蝦會肯宿命嗎 因為當時開始 發現自己其實蠻宿命的 不是 因為我的命運很坎坷 結果我不認命 因為自己的不認命 然後吃很多苦 所以我最後乖乖要認命 要認命 對啊 我就是力盡喪喪一美人 秘書為何容易成為人家的小老婆呢 他了解 他會長眼觀色 他在生氣的時候他就給他安慰了 他說他覺得你最了解我了 我剛剛怎麼樣 他就會給他最好的燕鍋 或魚翅給他吃 那給他你休息一下給他按摩 那種人 男的女的不認識的一摸 這也會觸電的 是他這樣子長幾次久不生情嗎 對不對 有月蝦如何對付第三者 我們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跟他不一定幸福的 沒有 我帶你去鄉民 你去聽就知道 怎麼樣 真的我真的帶他去鄉民嗎 你帶那個第三者去鄉民 對 我都是帶他去鄉民 告訴他 我不是騙你的 4月2號的偏財生肖 以及偏財的新作有哪些呢 明天4月2號叫庚子日 那庚子日這一天呢 有好有壞 很難講說 今天一定要花大財或者說要大破財 還是看個人的努力 是 那麼以生肖來講呢 這三個生肖會好一點 是 那這個月亮呢 在射手座跟太陽有一個極向味 可是對沖到土星喔 所以簡單講呢 如果說你是急著要翻身啦 然後急著做決策啦 很多事情好像 憑著直覺或憑著衝動 那就比較容易翻車喔 黃老師和唐老師將告訴你 4月2號的偏財運 忘不忘 仔細收看今天的節目 就有機會得到你專屬的開域音樂CD喔 拍照的身好風景 時來運轉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開運鑑定團 首先來歡迎我們的專家 以及特別來賓 真心專家唐立騎老師 主持人好 來賓好 大家好 面相命理專家黃有福老師 主持人好 來賓好 大家好 接下來這位呢 可是大人物了 在這個政治界呢 也是屬於那種感言 感行 感作 感當的 尤月霞 尤月園 大家好 今天請這個尤月園到節目當中來啊 我們就要 就是預先要有心理準備 可能有人說話比我還直 這我很少碰到 這我很少碰到 所以等一下 也許這整集呢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這個 大家平常聽不到的話 那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可是就是實話 很勁爆對不對 很勁爆 很勁爆 實話實說 其實我們會發現呢 我們的這個台灣的政壇 很奇怪 好像會變成 其實本來呢 一個男人應該就是娶一個女人 可是後來變成就是說 一而再再而三被大家發現呢 有那樣子的事件 娶小儀之後 好像變成正常了 好像變成沒娶小儀 變成不正常 是不是這樣子呢 我們來看他們今天這集 有人說 男人有錢就會作怪 尤其是有錢又有權的政治人物 他們的私生活 更是讓一般的大眾 十分的好奇 許多政治人物 在正式之外 都有一個不能曝光的 地下戀情或是小老婆 不管是公開的 或是未經證實的 都讓許多人 對政治人物的操守獲品 得打了很大的折扣 一旦有天東窗事發 只包不住火時 就想盡一切辦法 否認或推卸責任 然而身為不能曝光的第三者而言 他們的心理又是怎麼想的呢 政治人物又會用什麼樣的手段 來掩飾他們的地下情呢 今天的節目絕對是爆炸性的內容 我們中國人說一句話說得很好 齊家治國然後才平天下對不對 那所以這樣說起來 是不是我們政壇的這些人呢 就用 家都齊摸 是 對 對 就用這個治家的這種習慣 好比說呢 同時治理兩個家庭 然後來練習說 將來可能治理兩個國家 是不是變這樣了 兩國論 對 怎麼會這樣 一個人他的社會地位 跟他的事業上的成就 或者是一個公眾人物 他一定比一般的常人 還有精力 充沛 如果一個人要死 要死 自己都身體都照顧不好了 講話都沒有聲音了 他怎麼有能力 還要去家外遊花呢 沒有辦法 在命中他就有這一方面的 那個看都看得出來的 我覺得那個 大家注意看那個畫片 因為剛好我們在游泳園 今天就是穿得滿中國式的對不對 然後拿一支筆 那鏡頭照顧行程 這個命中就這樣注定 感覺上我們今天就是 有三位老師在現場 你從當時開始 發現自己其實滿宿命的 不是 因為我的命運很坎坷 結果我不認命 因為自己的不認命 而吃很多苦 所以我最後乖乖要認命 要認命 對 我就是力盡滄桑一美人 這就是我老師是學禮的 我是事實上 他們是科學的 我是怎麼樣 我是已經是活生生的 一個進行式的東西 我再重新介紹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有星座老師 唐麗琦 我們有面相秘老師黃永福 我們有生活大師 對 我就是生活大師 對不對 從生活當中學習經驗 不過剛剛其實 有有人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真的 為什麼就是好像感覺上 在政治界 就是說特別有人 有那麼多的經歷 然後還能夠去照顧兩個家庭 甚至兩個以上 有那麼多的經歷 其實就是說 他們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樣 他就有那麼多的經歷 要去服務人群 然後有那麼多的愛心 所以他們要這個 不出發現的時候真的是變這樣 就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如果有 就是說有一個女孩子 她剛好是我們這個 某一個政治界的人物的歲儀 她的名字就是這樣嗎 妳的意思是這樣嗎 其實我跟你講 做人的歲儀 第一 她喜歡享受 她什麼都是用出嘴 用甜言蜜語 或者她一貫的伎娘 那像我這種人 其實我什麼都自己來 我真的能夠做 我就自己做 所以就沒有什麼需要 人來幫你做的 那就人家怎麼會惹人臉 惹人愛 我們現在就是說 應該是浮上檯面的 其實就是 包括我們的這個前行政院長 對 張俊雄 張俊雄 然後最近又被人家挖出來 像這個民進黨的這個 總召集 柯建明 柯建明 都是就是 而且他們是那種就是說 我覺得很 那天我遇到柯建明 那天我遇到柯建明 柯建明在我樓下 我說 妳有問嗎 我說柯建明 哇 你很厲害 轉 轉到那麼多 我都不知道 你長幾個 他說到三個 我說你夠漏 他說你是幾個 他說兩位 你說你說 這個沒什麼 我這樣也很少 還欠太少 那是我的人不錯 我會說 不然我的靈靈能似十幾個 其實這個男人 其實沒落後 他也說 你好運氣 今天好漂亮 怎麼樣 就這樣子 其實他是說 你好棒 其實他的鈔票在棒 對不對 所以他口袋裡的鈔票 孫中山在棒 但是他也知道 對不對 他也知道 但是他就找到一個避風感 家裡都是茶園遊 你這樣突然 跟老婆都是談很正經的 很現實的問題 很煩人的 哪裡出的狀況 哪裡怎麼樣 要溝通 要解決的 一種很大的壓力的問題 到了射宇那邊 他消除壓力 這個射宇就是我手張的玩偶 我叫他東 他就東 我哪裡養 他就把我燒哪裡的養 所以他有百分之百的征服感 到這邊 其實不管自己醒不醒 他在那裡得到是被服務的 對 是不一樣的一種 像一個皇帝一樣的 受人家的招待 所以你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他認為值得 因為這裡是我的避風感 讓我得到男性的尊嚴 那我可能嗎 你的身邊的會計師 或者所有的總經理可能嗎 不可能 那為什麼 有一些秘書會什麼 會最後 會當成他的小老婆 因為秘書他跟他最清楚 他了解 他會長眼觀色 他在生氣的時候 他就給他安慰 給他什麼 他覺得你最了解我了 我剛剛怎麼樣 他就會給他最好的燕窩 或魚翅給他吃 那給他 你休息一下 給他按摩 那種人 男的女的 不認識的一摸 這也會觸電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個很醜的男人 給我碰摸一摸摸 摸久了我也會跟著他走的 假的就是說男生 我們女生 是不是 我們自己也來檢討一下 事實上 我們請電視機前面 所有的女性觀眾 我們來做一個測驗 就是說 女生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都是男生去帶小孩 但是女生 其實我們可以來試著看看 也許你有一些潛在的外遇因子 你自己不知道 我們來做一下這個檢驗 你有沒有這個 可能有一天會發生外遇 好不好 女生爬出牆了 來 看一下 我們要做一個心理測驗 給你驚一下 你到一個那個大賣場 好比說超級市場 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第一眼 閃過你腦中的 你想要買的 你到那個超級市場 你現在想說 你在賣 有肉 有甜點 有菜 還有飲料 你現在去超級市場 你想要買什麼 第一樣 我就選蔬菜好了 你選蔬菜 好 老師 我會想要買蔬菜 可是最後會買飲料 因為蔬菜會放在冰箱會壞掉 最後還是買飲料 實際一點 對不對 因為飲料會吃壞肚子 而且對我們美容養鹽 會有損 所以不滿 你現在很保養 不是不是 我本身就是很固執 你這樣我很少吃零食跟吃那個 甜點 飲料那個是去啦 不用錢的人拿著我們都吃 阿公要去買 我不想去買飲料還是甜點 我都買有路用 我也不 像我的話 因為我自己的這個飲食習慣 因為我是不吃甜點的人 他有很多那個奶啊什麼在裡面 我也會買飲料 好 那看看觀眾朋友 你選擇是什麼 我們現場 你們選了沒 你選什麼 飲料 小潘你選什麼 飲料 飲料 華雲 飲料 Vivi 甜點肉類蔬菜飲料 你到超級市場你買什麼 甜點 你買甜點 你買什麼 蔬菜 好 我們來 你買什麼 飲料 好 觀眾朋友你買什麼 我們來看揭曉一下 如果你一進去買甜點的 像我們的這個造型師一樣的 甜點 你的外遇度就像甜點一樣 只要有一點點 就會把它看得很平常 不認為它是罪惡的 對方只是你很好的性伴侶吧 他只要追求一個性伴侶 他追求一個性伴侶 所以事實上他對於這件事情 他的外遇 他自己有外遇 他不會覺得罪惡 就入水淹淹就對了 對 反正難關你愛嘛 我不是要破壞你的家庭 反正我們享受一會兒而已 對 就侵犯到第三者 讓我知道 你了解這個心態 我就是太現實了 不願意去這樣做 所以才要哈死了 你看 像你一樣買蔬菜 蔬菜我看看 蔬菜 你不要陷害我 沒有 來 蔬菜 現在你對另外一半 但抱持的最大不滿 可能就是認知上的差距 不過你本性當中 沒有外遇的因子 就算真的發生了什麼 也不會是你主動去招惹來的 對啊 一定是感情嘛 對不對 感情受作 我一定要跟他做 做更上一層的關係 一定要兩個人攤得來 對 那受不了了 已經攤了 受不了了才開始 不可能是做到一些 為了這個來做的 對 不是為性而性 對 你是這種 而且你的外遇度都是 別人來幫你捏 這樣嗎 你如果有一個忠實的伴侶 你不太可能會 但是有時候兩個 有第二次的時候 也會主動 對啦 你應該是想說 我知道 就永遠應該是那種 就是說第一次跟第二次碰到的時候 應該是滿矜持 可是第三次習慣了也就習慣了 對啊 有時候他給我服務不好 我會叫他哪裡要服務好一點 好 如果呢 你知道這個大賣場 你買的是肉類的話呢 你的外遇指數是 你應該是在性的這件事情上面 有著極大的不滿 而向往失樂遠離 那樣的激情 而且你正在期待一段 刺激的出軌之旅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擇的是這個的話 你要小心喔 你可能真的 你要是不是要檢查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今天的關係 其實有一點點問題 而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心裡有這麼想 但是做不下去而已 所以我買蔬菜要加一點肉 才會甜才好喝 才會有營養 如果是文英阿姨來選的話 他也應該是蔬菜加肉 他也就是說 蔬菜多一點啦 這個肉一點點 所以我會有這種想法 非常異戀 想要出軌 但是又動內不行 不然如果出事就麻煩 他早上來就好 所以不行 所以我會怕 對啊 那是在怕讓你抓到 不是說不外 你知道嗎 你也中愛耶 我們來看 如果是飲料的話呢 你是一個 絕對沒有外遇念頭的人 但是當你的另外一半 不再吸引你的時候 注意 你的另外一半 不再吸引你的時候 那就另當別論 你對他的熱情 可能已經降到最低溫 你也許不會是出軌的玩玩 而是真的要跳下去 談另外一段戀愛 那是最純的 這這個本來真糟糕 那是為抱負兒戀愛的 這種永遠都受傷害 所以以後飲料不要吃 會擁害身體 真的 好 我們聽了這個 由於小孩小姐呢 這麼多的這個論調 然後呢 大家對於他的這個一言一行 其實也滿清楚 因為事實上他就是 滿敢作敢當 然後也滿敢直言的 那他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星座的人 他的這個星座命牌 審視了一些什麼 我們來看 當他遇到了他的男人 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們請唐老師來講解一下 明天4月2號星期二 我們來看一下 婷婷的星座哪些呢 四日座 四日座的朋友呢 明天恭喜你喔 你可以去解開一些紛爭了 而且在這過程當中呢 大家都會幾位好友 對你頗有利處喔 另外一個呢是巨蟹座 巨蟹座的朋友 在明天過程當中呢 一切都非常順利流暢喔 而且你有idea呢 都可以提出來 實現的可能性很高 另外一個呢是雙魚座 雙魚座的朋友 明天盡量不要凸顯自己喔 除此之外呢 一切都非常順利 看 當他遇到了他的男人 哪去催 歲也行 哪起歲也行 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們請唐老師來講解一下 我們來看這個 心盤的那個結構喔 對 我們待會兒把星星放進去 你才會知道說 這個星放在這裡有什麼意思嘛 那上身星座呢 接下來的這一個公位 就是你的命公喔 通常呢 他代表你 他告訴我們 你的外型是如何 然後也告訴我們 就是說你的主要性格 又是怎麼樣喔 那像游委員呢 他就是射手座上身 而且他太陽星座 也是射手座喔 所以射手座的特色 十分的明顯喔 大家可以從他的言談 感覺出來喔 那第二公呢 就是財博公喔 管你的錢財 第三公呢 跟溝通交通都有關係 包括你的表達能力 都很有關係 第四公呢 就是田宅公了 包括你有沒有房地產運 或者是你的家庭關係如何 第五公呢 跟戀愛投資 還有你的子女運有關係 第六公呢 跟工作運 還有健康的運勢 身體健不健康 要看這裡喔 第七公呢 就是夫妻公了 跟你另外一班的關係 你另外一班的特色如何 第八公呢 就是跟做生意 跟死亡 跟性有關的公位喔 那第九公呢 是跟出國運有關 也跟你有沒有理念有關係 第十公呢 就是事業公了喔 你在外面的形象 給人家的感覺 還有呢 你最凸顯的是什麼 你的理念是什麼 第十一公呢 就是社團公位了 你是不是一個有人緣的人 你能不能當立法委員等等 看十一公 十二公呢 就是懸秘公喔 就是代表你的前一世 還有你的那個想法 還有你的前世今生等等 這一類的事情 還有宗教的觀念喔 那我們來看油委員 我剛剛說過了 他的太陽星座呢 這射手座 對 在他的命宮裡面 而且呢 旁邊還有一顆 木星跟太陽合得 非常的緊密喔 在真心學裡面呢 這兩顆星是 極星第一個 第二個呢 也是能量最強的星 太陽也好 木星也好 都代表說這個人活力充沛喔 所以這兩顆 這麼明顯的星呢 落在命宮的話 代表我們油委員 是勇於表達自我的一個人 非常的勇於表達 對 如果你跟油委員一樣 這個木星在命宮 通常呢 這顆星代表 你一定是逢凶化吉的 對 你有這個感覺嗎 有貴人都跟著一輩子 真的啊 人家殺我的害我的 最後都害自己 真的啊 真的是這樣子喔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逢凶化吉喔 這個也不要太高興 因為你會先逢凶你知道嗎 對 一對一對 一對一對 如果以前沒有這樣子 被存在狼片 我現在很快就被男人拐走了 就是第二個幾美鳳 對 好 為什麼我們說這顆木星 會逢凶化吉 當然一方面 它貴人運很好 對 它生命中帶有一個 機箱的這個力量 可以讓它保護它 可是呢 這個木星通常也代表 它有時候太樂觀了 對 有時候就是想 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對 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游委員 他並不是 他是可以把事情想得 比較清楚的 因為他的水星是在天蠍座 可惜啊 是在十二宮 也就是說 他會先把他自己覺得 有點不妙喔 好像不太對喔 可是過一會兒他又想 我不可以這樣想人家 對 感覺得出來 對 他會用十二宮 像砰麻糟 這個下去一兩四十 也是等到 對 這個下去一兩百塊 有時候要聽 沒辦法要走 OK 所以如果說你的太陽 木星都在命中 像游委員一樣 不管是什麼做 當然游委員是射手做 所以很明顯可以表現出來 那他就是 又可以很樂觀地面對 可是有的人就不見得了 他可能也會很坎坷 而且更坎坷 那我們要看一下 游委員的命盤 它其實是有格局的 當然有些很重要的心 露在一 四 七 十 這四個宮位的時候 都是成格局的 那他的第十宮 是處女座 上面有一顆星 就坐在這條線上 叫冥王星 通常我們也覺得 這個就是所謂的成格局 這顆冥王星 處女座在天頂呢 帶給我們游委員 就是那種 一定要好管閒事的性格 會這樣子 對 因為處女座就是 她要親身去 路線不平 刀刀交錯 然後有正義感 對 很有正義感 是射手座 這個處女座就是 就是說勢必公親 什麼都要自己來做 然後什麼時候 搞到最清楚 然後非常的堅持 因為這個冥王星 是有那種 那個地域判官的特質 就是不行 你不能把話 隨便糊弄過去 我一定要跟你追究到底 你一定要把話講清楚 你那天講那個話 是什麼意思 所以說如果你的冥王星 跟這個游委員一樣 在事業中的這條線上的話 你可能就具備 有這樣的特質 一方面這也代表 你一定是職業婦女 你這位子大概 就不是什麼少奶奶 那不可能被揚 對 不可能 沒辦法 對 就是說 我們剛剛問到就是說 她在面對 如果她的老公 這件事情 她的反應是什麼 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上升星座 數過來第七宮 是不是叫夫妻公呢 就代表你的先生 那游委員的這個夫妻公 是在雙子座 那接下來 老公的女朋友 那就是她的外遇囉 對 那從第七宮 開始起算第五宮 第七宮的第五宮 一二三四五 就是要看你的十一宮 所以面對老公 有外遇的事實 我們第一個 先從她的第十一宮 來看天秤座 天秤座的話 首先她會跟朋友抱怨 問清楚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她很試圖 要找出原諒她先生的理由 和方法 並不會馬上就翻臉 甚至還會等老公回來 或者是看有沒有辦法 再協調 因為天秤座的態度呢 而且會找女的說 妳不要讓我先生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要告訴妳 我們的狀況是怎麼樣 妳跟她不一定幸福的 沒有 我帶妳去鄉民 妳去庭民座 怎麼樣 今天我真的帶她去鄉民 妳帶那個第三者去上我 最多都是帶她去鄉民 告訴她 我不是騙妳的 因為我的老公跟你這樣 我覺得妳很可憐 我會為老公賠償妳 那個外遇的第三者是個老外 我把她拉去那個星座專家那邊 用那個星座跟她做 有 老外大部分都星座 對 所以妳看我們剛剛講 看第五公的 第十一公的這個角色 我們就可以看出 她願意先跟對方做朋友再說 妳先了解 妳們的狀況是什麼 對 而且她的十一公裡面 有兩顆滿重要的心 一顆就是她的金星 在天秤座 十一公 那另外一顆是海王星 在天蠍座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講 金星這個是先表示 表示友好 那海王星呢 海王星是一個沒有原則的星 海王星就是爛好人 所以我相信這兩顆星 落在這個地方 也代表就是說 有委員平常對朋友的要求 是很難拒絕的 有求必應型的 那還有另外一點也很重要 就是說她的腦袋瓜子 的確也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這些也不能怪她的金星天秤 也不能怪她的射手座 這些一切都要怪她的月亮 她月亮在哪裡 在水瓶座 月亮在水瓶座 月亮在水瓶座 就有一些很奇怪的 就你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我們別人真的不了解 為什麼月亮在水瓶座 就是月亮在冬那裡 水瓶座 水瓶座 就是影色的很漂亮 水瓶則貴 把月亮抓的印在這邊 像鏡子有什麼不好 在天上看不見 我們把它抓到瓶子裡 那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把它關著永遠都是我的 月亮都是我的 有什麼不好 是 她的解讀滿樂觀的 不是 就是這樣 有什麼不好 我的想法一定要這樣 很好啊 可是你看 月亮第三宫 第三宫我們說是溝通表達 首先它的溝通表達就是關懷 那水瓶又是雞婆 而且水瓶座代表說 你的觀念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這個月亮在這裡 已經代表說 他想事情的觀點 由他的生命經驗出發 對 有時候會跟人家不一樣 更何況 他的對面 正對面 月亮水瓶正對面 有一個天王星獅子 這個是代表正衝 這就是我們很典型的 他本命盤裡面 就有被雷打到的 對 就是跳躍性思考 不是 像有一些男性偉 他要吃我豆腐 最後他吃不到 因為什麼 他講黃我比他講得更黃 他怎麼會這樣 一般的理性 我跟他怎麼樣的話 他會怎麼樣 如果他怎麼樣的話 他怎麼樣 你今天穿這個 你繞得我的小鹿亂撞 我說我看看 我摸看看 他就跑了 所以就是看你的月亮 月亮落在水瓶座 常常會突發奇想 然後常常你的想法說出來 別人會覺得 你的想法真奇特 我們只能用奇特 而且剛好就是在第三宮 第三宮 我們剛剛講說 他剛好在跟溝通表達 跟人溝通表達的方式 對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 那對我的人生有沒有損傷 這個 但是最後都變成我的好朋友 都很喜歡跟我在一起 因為你的事情都很漂亮 他不是說跟我在一起很快樂 你就帶人去送名 當然會變你朋友 不是啦 不是那些事情 是說一般 我相信 如果有一些事件衝突 後來又變好朋友 就是說 即使有人要害我 或者跟我衝突過的人 最後都變成我很忠實的 對我的支持 變成我是他的偶像 他會很深深的默默的愛我 不管男人女的 瞭解你的個性 我就是被太多人無形之中 愛我才沒有真正的人愛我 都被他們站滿了 你知道 沒有地方讓一個真正的旗塵進來 這是OK 這是非常典型 精心在十一宮 我們說十一宮的能量太強的時候 他的愛會分散 很多人愛他 可是都不是一個重點式的 那他也很愛很多人 可是也不是針對某一個人 男女私情的話 還是要看精心 那落在十一宮 我就覺得說 你已經在一個位子上 你真的也可以為蒼生著想 那顯然你就會慢慢的 把自己的桃花源 好像轉移成這個群眾魅力 公眾魅力等等 那都沒有桃花 有啦 有啦 很重要 我的桃花會很重要 請黃老師來桃花 黃老師 我們就 劉委員的這個八字來看 現在星座看你了 現在看你的伯母 從他的八字名牌來看 他的感情運怎麼樣 給他一個指點好了 他想要看他的桃花有沒有 明天四月二號星期二 我們來看一下 情緒多應的星座哪些呢 處女座 處女座的朋友 明天呢 這個愛情運勢非常的好 可以去約會啦 邀約啦 相信你的人緣也是一級棒的 另外一個呢 是聽蝎座 聽蝎座的朋友 明天可能會有一個狀況呢 讓你風回路轉喔 所以應該要好好把握 趁此而役喔 另外一個呢 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朋友 明天如果有什麼狀況 讓你覺得很不舒服的話呢 你應該要追究到底喔 因為這個追究呢 並不會減損你的實力喔 我們來看一下 陰天的星座哪些呢 雙子座 雙子座朋友 明天比較容易 跟人家有頭角紛爭喔 或者是說過馬路啦 或開車要小心一點點喔 另外一個星座呢 是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 明天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跟錢有關 而且呢 是年紀跟比你小的人 來處理的話呢 要特別注意 可能會破菜喔 但是八字名牌來看 他的感情運怎麼樣 給他一個指點好了 他想要看他的桃花有沒有 我們先看他的像好不好 對 等一下你看喔 真的叫濃眉大眼 叫做有點男性化 所以你就像男人的這種 豪爽豪放 講話很帥姿 還有一個特色 你沒有注意到你鼻子 你鼻子從側面看很挺喔 這個挺的話表示說 跌倒了會再爬起來 意志力很堅強 不怕挫折啦 有挫折來 我會再迎向前去 這是鼻子 然後是嘴巴 那麼以女性的標準的話 遊會員的嘴巴是比較大的一點 那比較大就是敢做敢當 有可以說往前衝 或者說有野心 或者領導力都可以這麼講 但是嘴巴大 有時候就是口無遮攔 那聲音就說出來 倒不著說出來 所以有時候這樣 就會得罪人家 在嘴這個長相 對 人家被我得罪 還在氣我 我都忘記了 還在跟他講 對 再要我們用巴子來看 通常是所謂的行政系統 做官的 什麼司長 部長那種的 他是要叫官應相生 但是所謂名義代表 是唯名喉舌的 他要食商生財 正好遊會員就是這種的 食商生財 食商生財就是屬於 因為官應相生做那種文官系統 就要受很多的拘束 這是做官的 對 那你這種就是比較是要 直接發揮我的口才 直接發揮我的思考 身體力行去做的 身體力行去做的 這就是所謂的 那就是說這個的差別就是 他們是屬於名義代表型的 名義代表型的 不是只有坐那些吃飯 批評公文那種的 對 但是因為他商官有兩個 又佔約定 就是商官也代表口才 也代表得罪人家 結果剛剛又提到那位 真的講話太直了 有什麼說到什麼 就說什麼 但是因為偏才的另外一個意思 它又代表人緣 人際關係 那你這個人際關係也不錯 那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你到底還有沒有桃花 桃花就在這邊很明顯 什麼時候來 比桃花還要強的桃花叫紅燕 最強的桃花是 對 表示你命中就有注定 什麼時候呢 通常就這邊是幼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中年才有桃花 我不是說前面沒有 前面天才也算是一種桃花 但是在這邊更明顯的 紅燕是出現在 那我現在已經中年了 所以你現在應該有一個 桃花要出現 那麼下面就是問你要不要的問題 所以我建議說這個有紅燕 但是因為它的夫妻公充 而且充兩次 海毛充 海毛充兩次 我的建議做朋友 但是不要再接 對 那就可能說 會有一個我喜歡的人 會出現的就對了 對 沒有錯 很快的就對了 因為我已經中年運了 怎麼等那麼久 好久 OK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一個男人 他要有本事搶小儀 要看看他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沒辦法 來看我們的開運調查局 第一點 時間的管理是一流的 因為你要分配時間 兩邊奔波或是三邊奔波 那你的經濟能力當然也要強 沒辦法 經濟能力要跟身分地位是平等的 有時候他要要求他的身分地位 有時候要求他的小白人 有他的功夫好 很難講 這是不一定的 我們來看第二點 你要有本事喔 睜眼說瞎話 人家問你的時候 你就是沒辦法 哪有哪有 或者是你懂得打太極 人家問你 你就讓他帶出來 那也不一定 我覺得說 有的男人他就是 每個家庭 兩個家 三個家都安排得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對方 他就是有辦法道育 駕育他們 那有的呢 兩三個老婆都住在一起 這個官室 這個煮飯 這個官宿 真的有一個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個案 但是他們不一定是負面的 有時候是 你來的女人 有的是幫你的喔 像我這一種就是幫的啦 好 我們再看一下 男人養這個歲儀的這個本事 還有你必須要精通易容術 臨場反應一流 為什麼呢 如果就是說 大老婆來這個抓姦 或是我們的社會媒體 大家一起來抓的時候呢 你要有辦法呢 讓人家看不出來 那個人是你 所以照片拍出來 那怎麼會是我 我明明頭是凸的 她有很多頭髮之類的 好 再來呢 她必須要熟讀善用 女性的心理學 當然呢 這個對女生要很有本事嘛 大老婆是這樣子 小老婆是這樣子 那個這個 沾一下這個女孩子是這樣子 她很了解 所以呢 她有些是用那種 花言巧語 對 花言巧語 我好喜歡喔 你越看越喜歡這樣 對 其實都是講假的 當然啊 另外她自己的頭腦要很清楚 記憶力還要很強喔 邏輯組織能力要很強 有什麼 譬如說你大老婆 然後那小老婆 她不能看著你的臉 然後叫那個人的名字 都叫寶貝啊 對 每一個 都叫一樣的 Baby啊 媽咪啊 都可以啊 對不對 現在的人都這樣 她現在很聰明了 不用去記啦 那個有一個邏輯就好了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這個邏輯組織能力要很強 另外呢 你最好是八面玲瓏 交際手腕一流 當然這個就是說 不一定啦 因為一般有的女性 她喜歡六檔 五檔 孤兒 好 那我們可不可以看完第七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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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那個 看運調查局呢 為大家做整理 男人這個 這個也很難講 像那個王震宗那個是 他孫女不強賺 但是別人替他服務 他不運動 他沒有體力 別人有體力 替他解決 他就是 他就是有錢 對不對 這種不一樣的 不是全部具備 好比說有的人 他具備其中的一兩項 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請導老師來分析一下 什麼樣新做的男生 他如果真的要這個 插生衣的時候 他是屬於那種 就是說他真的很有本事 是 我們來看這些本事 這個第一項 管理一流經濟能力強 那就是處女座跟摩羯座 太陽一定在處女摩羯 處女呢是神小慧 平常對你很體貼 你自然就貼上來了 至於摩羯座呢 就像你們剛剛說的 黃任忠先生 他就是摩羯嘛 他有錢呢 他有一些自然而然 會吸引別人來倒貼的一個 就是來對他服服貼貼的狀態 好 第二條呢 這個說瞎話打太極呢 那就是射手座跟雙魚座了 雙魚座是一定很容易說瞎話 這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他逃避那個狀況嘛 射手座呢 則是他不會說謊 所以他會轉移話題 趕快 那就不要講這個話題 通常他也轉得滿溜的 所以如果你不查的話 你也很容易就被騙了 那第三條呢 精通易容術 臨場反應一流 這當然是雙子座跟獅子座囉 雙子座呢 是很能夠臨場反應的 那至於獅子座呢 我們也看到很多獅子座 當他不知道的時候 他可能會把他的實話說出來 可是他如果知道 你正在調查他 你正在觀察他 他就開始演戲了 那你就看不出是真是假了 第四條 熟讀女性的心理學 這個當然是太陽 精心在巨蟹座了 因為他們有陰柔的那個部分 個性中呢 是滿細膩的 所以他很清楚你要什麼 就可以把你虎過去 第五條 通腦清楚記憶力強 邏輯組織也很強的 這個就是金牛座跟水瓶座 他們是臨微不亂形的 而且還能夠說道理 讓對方覺得 好像是我的錯 所以這些人睡不力是滿強的 那第七條 第六條呢 八面玲珑 交際手腕一流 這個當然非天秤座莫屬了 這些天秤座在外面都是好好人 所以他平常幫朋友 朋友到了這個時候 就要幫幫他了 第六 第七條呢 身強體狀天賦一比 那就是信譽很強的 牡羊座跟天蠍座 他有可能就是那種 在家裡多養幾條牛的那一種 所以這幾種狀況 都有可能說他養水瓶的本事 那請教一下這個 游委員 你就是說 你認為就是你身邊 包括你身邊的那個女性朋友 什麼樣的人 他會那種就是說 對於他的老公 吵水瓶爭一隻眼 逼一隻眼 年四月二號星期二 我們來看一下 雨天的星座那些呢 牡羊座 牡羊座的朋友呢 明天有浪費的跡象 還有呢 如果不好好的處理的話呢 可能你臉上啊 這個痘痘會惡化等等 要特別注意 另外一個呢 摩羯座 摩羯座的朋友呢 明天不要跟人家搶出頭啦 或者是拼效率啦 因為對你來說呢 把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 我們來看一下 打雷閃電的星座那些呢 天平座 天平座的朋友呢 明天會遇到唱反調的人 讓你覺得不生其擾 但是好像他的地位 還比你高呢 另外一個呢 是摄手座 摄手座的朋友呢 明天不適合開會簽約等等喔 很可能會要讓你 做下遺憾的事情喔 接下來就是 劉委員 你就是說 你認為就是你身邊 包括你身邊的那個女性朋友 什麼樣的人喔 他會那種就是說 對於他的老公啊 插色儀正一隻眼 逼一隻眼 有嗎 真的啊 那你是為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愛面子 只在我們社會身分地位 包括家庭的原本 因為你 你去抓了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沒有就是談判嘛 你就是接受離婚 就是兩種 好 那我們來請教這個黃老師 如果我們就那個面相 跟首相來看 看看是不是對到了 郵委員的面相 就是像這樣子的女生呢 他碰到這種情況 他就比較會 睜一隻眼 睜一隻眼 啊 算了 如果說能夠 這個表面上好像相安無事 就這樣忍過去 實際上呢 在郵委員的面相來講 我認為他不是應該 就完全就忍耐的 他可能會去 就剛剛講 會去找對方 去跟他談判 或者說我們談什麼 其他的條件等等 真正就完全說 無可奈何 我就不知道 他連講都不敢講 那這種的呢 我舉出像這樣的長相 所以這並不符合 那個郵委員的 對 這種就是完全無可奈何的 老公就是 不太無可奈何 逆來順受 逆來順受 還不會帶第三者去算命的 那這個很漂亮 這不一定以漂亮來論 有的大夫很漂亮 很漂亮的老公就是要這樣 大夫都比賽比較漂亮 奇怪 對啊 人也是還要去 不會贏 這個輸好了 這個就輸好了 好 那就是這樣 他的動作 得技方面也輸了 對 特技老師 技術 技術 技巧 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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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人 好 第一個 譬如說額頭低的 這種很認命 比較認命 額頭比較低 算我的額頭也算是很低 算不夠 不會 不會 還有比較近 第二個就是 眉毛比較稀疏往下的 就是個性不是很明顯 不是很強烈 反應不會說 我一定會要怎麼樣的 摘下去呢 鼻子通常也是比較低線的 因為鼻子低線的話 我們剛才對我 做主力比較不夠 對 意志力也比較不夠強 摘下去呢 就顴骨 顴骨不會很強 因為顴骨本來就是管人 他管不動老公 還記得 耳朵比較小 比較薄的也是 他支配力不夠 意志力也不夠 沒有辦法 讓說要老公照我的話來做 是 或者整個臉 通常的話會比較是 下巴也比較尖短的 對前途可以說 看法沒有看那麼遠 對家庭的照顧 像柔軟他照顧家庭 他這個照顧家庭 可能就想到 想法跟這種人 可能就不一樣了 就不一樣 我當然就是 而跟這個面相 還會跟他本身的個性 個性都會有關係 對啊 比如說我們講人的臉上 都表示他的個性 他的行為 舉止的模式 會顯現出來嗎 對啊 像我們這種的 那個桃花跟眼睛有沒有關係 對 桃花眼睛是第一 我這個眼睛水汪汪的 怎麼不桃花呢 可是妳太罪利了 他要追妳 他看了妳眼睛 那個花眼瞧也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之後再對妳 沒有一個男人說過他愛我 真的很可悲 他在...我就講 這個都沒有電嗎 你要那種朦朧眼 然後會勾人水汪汪的 來 唐老師示範一下 教一下嘛 唐老師 你看眼睛 你看眼睛 他也是大 可是他的眼睛 就是他的眼神 就不會說好像刺傷人家 對 他就有點妹妹的 有沒有 你看 你看水汪汪但是妹妹的 你要學這種 對不對 你要學這種 但是我也是要學 就不會起來了 太直爽了 OK 好 我們來看看 如果明天呢 我們的運勢如何 就是最棒的錢 三個生肖 還有三個星座 分別是誰 明天4月2號叫庚子日 庚子日 那庚子日這一天呢 有好有壞 很難講說 今天一定要花大財 或者說要大破財 還是看個人的努力 是 那麼生肖來講呢 這三個生肖會好一點 是 那我沒有提到的呢 也不表示你絕對的不好 說不定你厚厚天 大厚天 下禮拜還是有好的時候 就是明天就一天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第三名是羊 屬羊的 因為羊剛好是庚的貴人 那麼它的幸運數字是5跟10 那麼這5跟10呢 你可以想稱它的倍數 或者15、20、35、40都可以 那麼顏色的話是咖啡色 那咖啡色呢 你可以用在咖啡的裝飾 當然也可以用在衣服 或者鞋子、皮包方面都可以 那麼時間呢 羊的時間就叫餵食 餵其實就是羊 它的時間是下午1點到3點 那麼這可以跟您做個參考 是 第二名的是牛 那麼牛呢 事實上呢 它是羹的貴人 也是子的三合 因為明天是羹子日嘛 所以對牛也不錯 那它的數字是2跟5 那麼顏色的話是黃色 那時間呢是40 那這個40是 早上9點到11點 屬於你的幸運時間 做事說不定會增加你的財運 好 明天呢 它最好的第一名是屬雞 那麼雞呢是我們明天庚子日 庚的旺就在雞 那麼它的幸運數字是4跟9 顏色是白色 時間呢是有時 有時就是下午5點到7點 好 以上呢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明天的運勢 最好的前三個生肖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呢 請唐老師告訴大家 明天最好的前三個星座又是誰呢 OK 明天4月2號星期二嘛 那這個月亮呢 在射手座跟太陽有一個極向位 可是對沖到土星 所以簡單講呢 如果說你是急著要翻身啦 然後急著做決策啊 很多事情好像 憑著直覺或憑著衝動 那就比較容易翻車 那穩定的這個狀況之下呢 會比較好一些 我們來看第三名的星座是 雙子座 雙子座呢是管道多 消息也多 所以不妨聽聽看 多打釘 多參考一下意見 然後再做決定 數字呢是4跟8 都是雙數 我們來看第二名 雙魚座 雙魚座明天算財星高照 禮拜二是財星高照的日子 所以說這一天不妨試試 一些手氣應該還不錯 2跟6呢是你的幸運數字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 第一名 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 這個機會呢是水到渠成 所以如果說不知不覺 就有一個什麼樣的念頭或想法 或者是有些東西 覺得已經累積到一個程度了 那麼你就可以做一個了結 那數字呢是0跟3 好 這個呢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今天呢也很謝謝這個 游委員呢到現場來呢 分享你的人生經驗 真的人生經驗呢 累積成一個智慧 然後供大家分享 就是提供給大家呢 希望不要再走那些冤枉路 對 好 謝謝游委員 謝謝 謝謝黃老師 謝謝堂老師 謝謝謝謝你的收看喔 明天見 拜拜